迎李生姬炫飞条件姬四润额!2400名台粉签热舞! 李生姬在2400名粉丝面前热舞!图记者林百年社!2018年4月22日! 南韩演员李生姬,22日在Tick会粉丝,活动上寄出不少福利,拥抱粉丝,贴额头,拍照,握手样样来,而在选出台湾三藏时,开出的条件让人发现跟咸女又润额部分相似,活动上她化身咖啡师,现煮咖啡给粉丝盒,并送上鲜米粉丝, 马克杯,甚至向台下丢巧克力级围裙,惹得全场2400名粉丝尖叫声不断! 李生姬与粉丝互动玩游戏,在寻找三藏环节中,与全场互动,她开出短发,身高165公分以上170以下,内双,喜欢穿裙子,没戴眼镜,又戴耳环,手表,以及没做美甲等条件,符合者则可上台,并不断! 并获得她准备的紧箍咒收还! 不过从她开出的部分条件中,发现前女又少女时代成员润额都有符合! 李生姬见面会,图记者林百年社,2018年4月22日 李生姬前女友润额短发,身高168公分,眼皮内双 图记者林百年社,2018年4月22日 除了寻找三藏,在其他游戏中,李生姬也与粉丝完成花游记中的经典场面,像是与女主角背后环抱,亲手掌,她也嘴甜跟粉丝喊,奶很漂亮,因为我爱奶! 说完随即与对方额头贴额头,让台下羡慕不已,李生姬常在节目上聊起居住生活,她透露,当兵时事官常找我去面谈,面谈时会冲咖啡给我喝,这段时间是我觉得唯一能放松的时间,所以我都会手动煮咖啡来喝。 说完她也化身咖啡师,煮两杯咖啡给两位幸运观众品尝。 活动上也播放家师傅一体桥段,节目上经见李生姬精湛舞剂,所以现场就被拱跳舞,她听到,Russian Roulette,音乐响起,立刻迈能风情性感热舞,繁星被开启的她,更邀两位粉丝上台尬舞,让现场气氛嗨! 买到不行,而李生姬也大方送上原味外套及帽子,将力勇气可嘉的粉丝。 李生姬与粉丝互动玩游戏,图记者林百年社,2018年4月22日。 합니atar 杨蒂小修 谢谢观看